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本人刘家威 负责主持 首先 仅代表中央选举委员会 向电视期前面的观众 正方代表人 反方代表人 表达感谢 在意见发表会正式开始之前 由本人报告今天的发言规则 以及注意事项 第一 在发言时间方面 正方代表人 以及反方代表人 各有24分钟的时间发言 分两轮发言 每人每轮发言12分钟 发言戒指前 三分钟 按铃一短声提醒 发言戒指时两分钟 按铃两长声提醒 发言戒指时 请发言人停止发言 第二 在意见发表会时 如有与主题无关的发言 或者是 携带危险物品进场 或者有 歧视性 仇恨性的言论 或是在发言戒指时 仍继续发言 主持人应予以制止 在这里 我首先要感谢 在联署过程中间 我们得到非常多民众的支持跟认同 让我们在一个月程完成了 公投的第二阶段联署 也让公投联署成案 可是关键还是要拜托 所有我们全民一起来支持 我所提出的公投案 公投案主要的主文就是 我们希望大家禁止开放日本福岛地区 包括了四个县市 所有的农产品跟鱼产品跟食品 进口到台湾来 为什么我们要主张这样一件事情 其实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台湾我们的地理位置 跟日本非常的接近 大家也记得在311日本地震震灾的时候 引发海啸 甚至造成核电厂的辐射污染外泄 也透过这个外泄 把整个福岛地区 包括四个县市周围的环境 造成严重的污染 虽然已经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可是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段时间里面 透过农业 水产品 都还是因为土壤的污染 而有辐射残存的现象 尤其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整个污染过程中间 有主要的几种放射性同位数 是在核电厂辐射外泄时候最严重的 一个是点 一个是湿 一个是射 当然点的半衰期很短 现在我们不太需要顾虑它 可是丝跟射两个放射性同位数 它们的半衰期都是30年以上 换句话说 在当初核污染所造成的辐射外泄 今天在福岛地区的土地上 河流里甚至任何一个环境中间 大概都还有80%左右的残存量 而这两样东西 透过鱼产品 透过农产品 或者透过我们的牲畜 使用这些牧草 都会进入我们的食品 或者农产品的系列里面 而丝跟涉 进入农产品 如果我们让这些 有污染的农产品进口的话 对我们的食品安全 是造成很大的危机跟损害 台湾的民众 我想有免于食品恐惧的自由 尤其在民进党执政以后 一再地强调食安五环 最重要当然是要 食安局食健康 同时让民众免于食的恐惧 如果说今天任何一个农产品 或食产品 或者是各项的食品原料 它含有辐射的残存 那当我们吃进去以后 湿在人体的半摔期 是120天 而湿在人体的半摔期 是30年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小心 吃进去有辐射污染的 放射性同胃素 你是一个10岁的小孩 吃进去的时候 你到70岁 你身体里面 还有超过一半的辐射残留量 而这些放射性同胃素 其实跟我们一般的元素是一样的 比如说氏 氏它是有四分之一毒性 而氏它是有非常大的毒性 氏皮美钙丝贝雷 我想大家知道 在同胃素同一列的 就是它跟钙的化学性质是一样的 那钙是做什么用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保骨本 我们就希望我们钙的含量要高 可是当你吃进去湿了以后 它就会在骨头里面残存 各位想想看 当你万一吃进去一个放射性同胃素 在你身体里面残存 几十年甚至几十天 然后始终有放射毒物的污染 你的生命 你的健康 难道不会受到威胁吗 另外像我们牧草 假如万一你乳牛吃进去这些东西 在牛奶里面 牛奶里面有非常多的钙 当然也就会有放射性同胃素的湿 这个东西吃进去后 很容易就进入人体 而且我们也在过去 所有的这个营养 或者健康的实验中间 很清楚地知道了 就这些放射性同胃素进入人体 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 甚至致癌性 是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既然我们一再强调要湿的安全 既然现在政府一再强调 我们要食安五环 那为什么我们要担当这样的一个风险 让有福岛地区受到污染的农产品 食产品 进入我们的食物链 进入我们台湾的市场 影响我们台湾民众健康 影响我们台湾民众的安全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今天 我们在这里提出 要坚决地反对日本核债地区食品 进口台湾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完成这项树院 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公投是直接民权 当政府 它可以用行政命令来下 让日本核债食品进口 同时在立法院中间 国民党是少数 它也可以透过立法院决议的方式 让核债地区食品进口 各位好朋友 我们只有靠你们行使直接民权 用直接民权用公投的方式 决定核债地区的食品 不可以进口到台湾 污染我们的环境 污染我们的健康 只要这个公投能够沉岸的时候 我们在食安方面 大家就做了贡献 同时我们在食安方面 大家就可以免于恐惧的自由 很重要 国民党为什么主张 我们要反对日本核债地区食品进口 除了从健康安全的理由以外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是 目前在台湾 我们所有的检测能量 绝对不足以检测 目前从日本进口 核债地区食品 各位也看到 在两年前一年前 我们先后有非常多个案 就是日本地区 核债地区的食品 甚至透过小包装的方式 透过一些酱料的方式 已经进入台湾 当这些事情爆发的时候 不仅引起台湾民众的恐惧 甚至对于这些厂商来讲 也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我觉得政府本来就应该严格把关 从实的源头管理上面 来让民众免于恐惧的自由 现在政府做不好 我们自己来做 而且公投虽然很难 只要你我一起努力 就不难 更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 我刚才一再强调 台湾的地理位置上 跟日本非常接近 我们是日本第二的农鱼产食品的进口国 而且我们是农产品第三大的进口国 台湾人是非常喜欢 享用日本的农产品 鱼产品 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更应该有一个更严格的标准 我们常常讲说食安零容忍 从我的解读来讲 食安既然要是零容忍 就应该我们要确保 完全没有任何一点辐射的污染 在我们的食品里面 既然政府没有能力来做完全的检验 只能用抽检的方式 我们就不是零容忍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 政府也能够体会这一点 就是不要让日本核灾地区的食品进口 尤其我觉得比较可笑的是 当民进党在做在野党的时候 他们是坚决的反对 日本核灾地区食品进口 那个时候他们讲非核家园 同时反对日本核灾地区食品进口 这个逻辑是一贯的 虽然我不见得完全同意 但是我可以接受 可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今天的民进党政府 就开始同意日本核灾地区食品进口 当然他们有的说法 就是为了我们的经济 为了我们未来的外交 我们必须做适度的让步 在食品安全 安全可以确保的前提之下 我们应该要做适度的考量跟开放 关键在这里 我们在食品安全确保的前提之下 今天我要跟所有我们的民众 报告的就是 现在的政府 我们用现在的方式 我们没有足够的能量来做检测 我们更没有足够的能量来做把关 就是在食品安全五一的前提 这个前提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今天到这里来 郝龙斌拜托大家支持我们 就是支持公投 让我们一起用公投的方式 来确保我们食品的安全无余 另外还有就是 现在外面也常常讲到 包括政府也在强调 就是目前包括韩国 包括中国大陆 事实上也都在考虑开放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到目前为止 韩国虽然在WTO上面被仲裁 希望他们开放 可是韩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他们是准备申诉 准备在法庭上 在真公道 韩国能 我们为什么不能 韩国政府为了他们民众的健康 为他们的民众安全 他们可以挺身而出 扛起这个责任 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 为了我们的健康 为了我们的安全 真正能站起来 挺住这个外面的压力 另外更重要的 就是我要一再强调的 我们如果从外交的角度 要讨论这件事情 外交基本上 必须要是平等的 必须要是互惠的 必须要是有来有往的 如果说从 我们今天进口的 核摘地区的农产品 大部分并不是我们台湾 不能生产的 为什么当我们现在台湾的农产品 在滞销甚至生产过剩的时候 我们不去保护 我们台湾的农民 我们今天要为了外交 为了经济 我们要进口日本 核摘地区的食品 我们并不反对 进口日本的农产品 鱼产品 更重要的 我们也不反对 我们进口的量 跟日本过去 所有的总量不变 我们只有一个非常谦卑 非常卑微的要求 就是拜托我们的政府 把日本核摘地区的食品 排除在外 不要进口 确保我们民众的食安 确保我们的安全 更重要 我们要让民众在吃的时候安心 甚至在民众吃的时候 不要担心是不是有辐射存在 会不会影响我的健康 会不会让我致癌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们的要求非常合理 也非常卑微 我们的要求 希望政府能确保 我们农民的权益 我们渔民的权益 如果要平等互惠的话 冲之鸟礁渔场那边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 能做适当的开放 让我们的渔民能够 渔钱能够得到确保 甚至更重要 我觉得核摘食品的进口 对农民的 全民的健康影响非常大 我们希望政府 以及全民一起来抵制 希望大家支持 我们反对日本核摘食品 进口这件事情 谢谢大家 现在请反方代表 陈吉仲先生发言 时间12分钟 请发言 主持人 刘委员 还有我们日本食品 公投案的领衔的国民党 郝农兵副主席 还有全国 全国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想今天非常的高兴 来代表政府 说明有关 所有日本食品的管制的措施 以及国际的规范 还有全世界 每个国家 对日本食品管制措施 在过去七年多来 他们如何调整 那我想我对 郝农兵副主席 非常的尊重 他不只是国民党的副主席 他也当过八年的台北市长 他更是台湾大学 食科系的教授 那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那郝农兵副主席 已经是台大的食科系教授 所以今天我很乐意的 就专业的角度 就科学的根据 还有整个国际规范 以及国内政府 目前所有的 对日本食品安全管制的措施 来向所有的观众朋友 做一个完整的报告 那我首先呢 要跟各位特别说明的是 那到底政府 现在对日本食品的管制 的政策是怎么样 基本上在2011年3月11号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 湖岛核灾事件之后呢 我们在当年的3月15 针对湖岛等五线 湖岛五线里面 当然包括了 立木群马 千叶赤城 还有湖岛五线的九大类食品 这九大类的食品 当然包括了蔬菜水果 稻米茶叶 食品加工品 奶制品等九大类食品 全部禁止进口 那至于其他的42个县市呢 他的九大类食品进来 我们是采足批的存折错验 还有一些特殊地区的产品 我们去采取所谓的双证证明 这个所谓的双证呢 就是要具有产地证明 还有湖岛安全的证明 举例来讲 我们的所谓的岩手县 工程县 东京都的水产品 就是要采双证证明 那至于其他的产品呢 我们就采所谓的原产地证明 为什么要采原产地证明 这样才可以避免 所谓的日本食品 他的原产地的生产 不会透过其他的县市进来 那我想这是目前 政府针对日本食品 所做的管制的措施 那这样的一个管制措施呢 我待会会来说明说 它会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那针对这一次的公投案 你是我同意政府维持 禁止开放日本湖岛 三一核灾相关地区 包括湖岛与周遭四线的农产品 跟食品进口案 我想要特别说明 如果这样的一个公投案成立了 其实可能会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更不能确保 那我底下呢 大概有几点理由来特别说明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 全世界每个国家 他们如何对日本食品 做这样的一个管制措施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 全世界的国家 尤其是美国欧盟新加坡 还有包括刚好副主席 所提到的韩国等等 所有的国家 他们都已经把所谓日本食品的管制 从所谓的区域管制 调整为高风险管制 什么叫区域管制 就是像现行的我们 跟中国对日本食品 湖岛还有其他四个县市的九大类食品 全部不能进口 这个叫做所谓的区域管制 什么叫高风险的管制 就是针对辐射 所引起的可能农产品 或者是食品 会带来高辐射剂量的这些产品 做管制 全世界目前都已经是 往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管制 那这个区域的管制 调整为高风险的管制 也不只是所谓的政府 未来想要调整的方向 它甚至是在两年前 跟公民团体 跟学术界 都是讨论之后的共识 那我想这个在这里特别说明 我举例来讲 美国呢 它早就没有做所谓的区域管制 它现在的管制呢 就是把日本国内 有14个县市的特定的高风险食品 或者是农产品 在国内不能上市 因此美国也要求这样的一个高风险的产品 不能到美国上市 其他的农产品 食品 只要减据相关的湖色安全证明 或者是产地证明 就可以直接进口 不止美国调整 新加坡已经全部做调整 除了湖岛特殊的水产品 零产品 还有部分湖岛地区的食品 是被禁止以外 全部也是采湖色安全证明 或者是产地证明的方式输入 我想欧盟是一个食品安全非常先进的国家 他有很多的做法 也是我们国内所要效法的 欧盟 在去年的11月11号 已经全部解除对日本区域的管制 完全没有针对区域做禁止进口 他只针对特殊的高风险的水产品 采这样的一个证明 不只欧盟 不只美国 不只新加坡 其实连我们的对岸中国 他在去年 把两个县市的管制全部拿掉 他只剩下十个县市的管制 那香港呢 香港目前也把所谓的 其他的四个县的相关的产品 的蔬菜水果的禁止管制解除 而是采所谓的高风险 这样的一个管制 所以在这里要跟全国的观众朋友 特别报告 2011年到现在2018年 七年多来 所有的全世界国家 对日本湖岛五线食品 做严格管制的 只剩两个国家 就是我们跟对岸中国 那以稻米来讲 就是我们这样两个国家 全世界在调整 我们如果不往高风险的产品调整 我会觉得未来的食品安全 是更没办法确保 除了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在做这样的调整之外呢 我这边还要特别报告 里面为什么要往高风险性的 一个方向来调整 第一个我们回顾2011年3月11 湖岛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3月15 做了湖岛跟四个县市的管制 各位观众朋友知道吗 这四个县市 就是在湖岛下方的四个县市 那为什么是针对湖岛下方的四个县市 而没有针对湖岛北方的县市 不同的风向 不同的辐射 对海流 对水产品 对鱼产品 对蔬菜水果 食品是不一样的 显见的这样的一个 五个县市的这样的一个管制 其实是不符合 辐射 对食品 农产品安全 管制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要求 第二个 日本 其实它本身有针对 这种高风险性的产品 在国内是不能上市的 那结果我们反而没有去管制到这个部分 因此政府是基于食品安全百分之百的确保底下 需要往这样的一个高风险的方向去做管制 那要往这样的方向里面呢 其实它有四大的因素 在这里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特别报告 第一个 我们国内的所有食品 农产品的辐射标准 是比其他国际 的标准 甚至其他的国家更严格 这第一点 第二个 我们有比以往更务实的做法 第三个 我们的安全能力的提升 包括刚刚我们 好副主席所提到的检测能量 人力也有完整的提升 以及我们政府目前处理所有的食品安全 都是公开透明 我底下呢 就这四个重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 我们现在的辐射的标准 以点131来讲 我们的食品是定在每公斤100倍克 这个比欧盟的Cortex更严格 比欧盟跟Cortex更严格 我们用摄134跟银沙7来讲 其实刚刚好副主席完全 完全有一个说明是正确的 因为点的这样的一个 辐射的这一个所谓的衰退期 是非常快的 8天就衰退了 所以如果日本的食品农产品 运输到台湾 其实我们真正要检测的 就是在检测 摄134跟137 摄134跟137 在食品 我们定的标准是多少 100倍克每公斤 Cortex呢 是1000 欧盟是600 美国是1200 很明显的 我们的国际标准 是比其他国际更严格 这第一点说明 第二点 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 我们的做法比以往更务实 从2011年3月15到现在 所有的日本 42县市进来的食品 我们主批抽验 到目前为止 跟各位报告 到10月31号截止 总共错忘了超过12万8千多件 每一件里面 百分之百合格 没有一件不合格 完全符合我们最严格的 辐射残留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规范 那也有少数 在这个标准之内 但是还有一点点辐射的残留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让它销毁 我们让它退回 退回日本 2016年有三件 包括茶或者是鱼产品 它检测出来的 摄137 才只有3.5美公斤贝克 比我们订的100还低 我们怎么做 我们没有让它进来 国内完全的退运 2017年有两件 我们怎么做 全部销毁 这个代表说 所有日本食品跟农产品 现在进来国内的 我们全部用最严格的标准 在做检验 即使符合标准 有任何残留量 我们完全的销毁 要不然就退运 这是比以前更务实的做法 第三个 我们所有的国内的管控能力 大幅度的提升 那刚刚好副主席有提到说 我们的检测能量不够 在这里特别报告 我们因为两年前这样的一个沟通之后 我们的检测数据提高了20% 从每个月1400多件提高到1700多件 我们的所有的边境的检验能力 由所谓的45人提高到81人 我们的检验的互盖率 由12%提高到17% 所以针对刚刚上述的 所有的我们的做法 我们会认为 对整个日本食品 政府可以绝对做到 百分之百的安全 在这样的一个安全底下 才有考虑 现在请政方代表 郝龙斌先生发言 时间12分钟 请发言 我在台大是刚好教的就是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的第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任何不干净不安全的食品 不管它是原料 或者是各方面的因素 通通都不能进入人的口中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我们有饰料油 变成人的被顶心拿来做烹煮油的时候 大家强烈的反对 如果你真正用化学检验的方式来检验 它的饰料流 安全性可能是无余的 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原料不能给人使用的时候 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 把它变成干净的原料 也不可以给人使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 既然核摘地区的农产品 或者鱼产品 或者是食品原料 它本身有辐射之余的时候 本来就不适合给人来使用 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 就是到今天为止 日本福藻地区的民众 对于他们的食品 事实上并没有安全感 而且他们自己的民调也显示出来 他们对于在地的食品 他们也并没有很 也并不很安心 所以日本消费厅 这是日本消费厅的调查报告 如果今天日本人 对他们自己在地的食品 都不放心 都不安全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送到台湾来 给我们的民众来饮用 来食用 所以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讲 任何有一个有争议的原料 或者任何有可能不安全的原料 你开始就不要进口 这是最高指导原则 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政府为什么不做 老实说我很意外 那另外再来就是 我在非常感谢我非常多的好朋友 在反对日本核灾食品公投联署上 都帮我联署 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处啪啪照 然后请大家来支持来协助 我最强烈感受就是 反对核灾食品进口这件事情 这是全民运动 而且这是超出党派 因为这是一个民生议题 而且这是不分蓝绿的 我在整个联署过程中间 非常多的民众跑来跟我讲 他说好先生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情 为什么过去一再强调 民进党一再强调非核家园 我们不要核能 不要核电 甚至我们避免核能核电厂 有任何的可能的核污染 那今天在日本 很清楚的有一个核电厂 发生了问题 有了辐射外泄 而这些外泄污染周围的环境 那今天我们要 我们要让这些污染环境 有可能污染的核灾地区的食品 进口到台湾来 那当初为什么要主张非核家园呢 当初为什么不要核能 不要核电呢 今天既然和一个污染的 受到污染的核电厂 它都产生的食品它都进来 那为什么还要主张这些呢 其实当民众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真的答不出来 因为这个逻辑上 我也想不懂 为什么主张非核家园 为什么不要核能 不要核电 可是当一个核电厂受到污染 产生的污染环境以后 产生这些农产品 他要让它进来 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 我反映民意 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甚至现在的执政党 政府是在做法夹湾的事情 伤害了我们健康 伤害了我们安全 那另外讲到台湾跟日本 我们因为第一个地缘很近 第二个我刚才强调了 我们是日本主要的农产品 鱼产品的进口国 我们每一年 大概有600亿左右的入钞 我们很谦卑的要求 你入钞的总金额不改 你进口的农产品量不改 只要不要进口 辅导地区的污染食品 这件事情难道 我们的政府做不到吗 另外再讲 就是讲到检验 其实我非常高兴 我们政府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以后把检验能量提升了20% 可是提升了20%是多少呢 一千多件总共 你有办法做到逐批检查吗 甚至你有把握绝对没有漏网之余吗 我们过去看到 有两个厂商进口的食品 当媒体爆出来说 它是有辅导这周围 四个县市的食品原料的时候 马上对这两个厂商跟业者 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更严重的是 对于我们所有的民众 造成食安上的恐惧跟恐慌 政府不是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让人民免于恐惧的自由吗 食安绝对会对人民的心理影响很大 吃的安全也是政府一再 跟所有的民众保证的 我记得当初新政府上任的时候 反复地讲食安五环 食的安心食的安全 食的安心食的安全 进口核灾地区食品 甚至你没有能力好好的检测 你甚至让一些漏网至于在台湾生存 然后当这个新消息爆出来的时候 你相信民众会食的安心 食的安全吗 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我们在一个多月里面 可以拿到五十多万份的连署书 已经清楚地告诉政府 民意并不希望核灾地区的食品 进口到台湾来 不仅是污染我们的健康 污染我们的环境 甚至影响我们的食安 食安结构 讲到食品安全 其实很多事情 都是要从源头来做 从源头来管 我们今天根本的 要让核灾地区的食品 不影响我们的健康 不影响我们的安全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就是请你支持 郝龙斌提出来的 反对日本核灾地区食品 进入台湾 这样的一个公投 公投我知道非常难 我们要有四分之一的同意票 占同意票 然后我们要比反对票多 那本身就是在总投票人数中间 就很困难 所以在这里 我除了希望大家支持 更重要 在11月24那天投票的时候 请务必去领票 然后务必要投票 务必要反对 日本核灾地区的食品 能够进口 我们要透过直接民权的方式 来确保核灾地区食品 不进入台湾 尤其我不只是在跟民众接触过程中间 我有很深的感受 当我们的渔民 我们的鱼输不出去 当我们在高雄 甚至云林 在彰化 这个地方 我们的农民 生产过剩 菜价 农产品价格 水果价钱 大跌的时候 我都想到的是 日本有没有让我们这些食品 农产品 能够输到那里去 我想在高雄的 好朋友一定记得 屏东的好朋友一定记得 当我们的 我们的木瓜 发生虫害的时候 日本现在技术性地 设了高门槛 让我们不能进去 当我们的香蕉 有些问题的时候 日本并没有来买我们的香蕉 而这些 为什么 所以很多农民 渔民也常常在问我一件事情 为什么 我们政府不照顾我们的农民 照顾我们的渔民 甚至我们的渔泉 受到侵害 受到杯葛 受到干扰的时候 政府没有办法挺身而出 而影响我们健康的 日本核灾地区的食品 要进口到台湾来 然后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政府原来在做在野党的时候 他是反对的 那为什么 当他执政以后 他就赞成 最起码 我们希望政府 能够把这些问题 清楚地跟我们参与 公投联署的民众 来说明 就是为什么 我们主张非核家园 为什么我们要非核电 我们要不要核能 可是在日本 核电污染的 核电厂污染的 可能污染的核灾食品 我们要进口 为什么我们有同样的农产品 鱼产品 现在在台湾 自销的时候 日本 他们同样的农产品 还要进口到台湾来 为什么我们谦卑的要求 进口日本的农产品 总量不变 只要不要这个地方的 只要是核灾污染地区的农产品 鱼产品进来的时候 我们政府连这样一个要求 都做不到 为什么我们政府不能保证 我们所有的 进口的农产品 鱼产品 只要我们都可以做 完全的检验 甚至政府可不可以保证说 我们既然讲的是 食安零容忍 那是不是政府可以 百分之百保证 任何一个从这个地区 进口的农产品 鱼产品 它绝对不带任何辐射污染 所以这些问题 都是我在整个 公投联署的过程中间 我请听到了民众的心声 然后我把这些问题 在这里具体的反映 更重要 我觉得政府并不见得是不知道 政府也不见得是没有办法处理 可是今天我们只希望 政府能够把 为什么核灾食品 尤其是日本核灾地区污染的食品 一定要进口到台湾来 刚才讲到说 我们的标准跟欧美的标准相比 事实上是相对 欧美的标准够延 可是大家要想到 欧美地大物博人稀 所以另外台湾 我们是地小密集人筹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吃的日本的农产品 台湾人是非常喜欢的 我们相对的设施量 是比欧美任何一个国家 平均量是高很多的 也就是因为我们的量高 我们政府更应该谨慎 更应该小心 我们要定的标准应该更严 这样才叫做 确保民众食的安全 这样才叫做 照顾民众的健康 这样才叫真正捍卫了国家主权 爱护我们的民众 所以今天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 公投真的很难 我们需要大家积极的支持 协助 我们必须要跨过公投的门槛 做成直接民权的决议 就是反对日本核灾地区 这五个县市的食品进入台湾 透过各位的帮助 我们才能确保我们食的安全 当你投这一票 当我们的公投联署成案 当日本的核灾食品 不能进口的时候 各位 你只要投了这票人 你就为台湾的食安 做了把援的工作 你在历史上就为台湾的民众健康 贡献的心力 郝龙斌拜托大家 也谢谢各位 现在请反方代表 陈吉仲先生发言 时间12分钟 请发言 我想现在政府 面临最大的挑战 就是政府所做的一切 跟网路所传达的讯息 有很大的差异 我想现在是一个网路时代 许多的网路上的资讯 充满了不正确假消息 假的一个报导 我这边要针对刚刚有关 台湾跟日本 在农业的贸易上的精进 很快跟各位报告 我们现在是高利菜生产的时候 我们这个月 就会出口7500多吨的高利菜 到日本 因为日本今年风灾特别严重 价格高涨 所以我们的高利菜 这个月就会有7500吨出口 我们今年年初 在跟日本多方的谈判底下 我们高雄的蜜藻 已经卖到日本 我们的香蕉 高雄的旗山的香蕉 我们去问一下 这些生产香蕉的农民跟合作社 他们持续的把香蕉卖到日本 我要跟各位所有观众朋友报告 即使是云林赤桶 他生产的香蕉叫乌龙胶 非常受日本人的喜欢 从上个月开始 每个礼拜用一个货柜24吨到日本 明年集合包装厂再扩大 可以扩充到两个货柜 每个礼拜的香蕉到日本 日本非常喜欢台湾的农产品 所以今年日本许多的学校的午餐 都用台湾的香蕉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 日本跟台湾就农业的贸易而言 我们是顺差的 因为我们的农产品比日本更有竞争力 所以如果今天日本 因为这样的一个公投案造成了我们对湖岛跟其他四县市的九大类食品禁止进口的公投案如果通过了 那将来到WTO去针对台湾提请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诉讼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赢 在这里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最新的资讯 韩国在今年已经确定日本在WTO对韩国的提告 韩国已经败诉了 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回来我们所谓的针对这个日本食品的公投案 我想要特别说明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在前面刚刚已经有具体说明 不管是我们定的标准比其他的欧盟美国COTEX还严格 不管是我们具体执行的所有的抽验检测的件数百分之百合格 甚至连所谓的湖色残留的食品农产品都不能进来 我们国内具体的检验能量人力大幅度的提升 甚至所有我们上述的这些资讯完全公开透明给消费者 这样的一个资讯保证的就是政府绝对不会让有所谓的任何核灾的食品进来 我想这个要特别说明 第二个要再特别说明的是 日本食品的一个站在消费者安全管理管制的措施 跟现在民进党政府要推的灰核家园 其实是两件事情 如果我们去观察日本所有在2011年311湖岛事件之后 在湖岛这个线以及其他的四线的辐射的残留量 我想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他四个县市的一个辐射残留量已经大幅度的衰退 湖岛核电厂本身周遭的辐射容量仍然是非常的高 这因此表示我们要针对食品农产品受到高辐射量的这一些的产品跟地区 要来做所谓的高风险的管制 这样的一个管制更凸显说 如果台湾未来的核能电厂 不管核一核二核三 在任何地区所发生的辐射事故 我们的国家是无法承担的 它是没办法让国家整个永续经营 因此所谓的灰核家园跟对日本食品安全的管制 基本上是两件事情 那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事件 其实这个不只要确保食品安全要百分之百无余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事件 其实不是只有民进党政府 现在要去面对跟处理 其实在马英九前总统的时代 也有多次想要针对日本食品 这样的一个现行的区域管制措施做调整 那只是没有在卸任前完成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议题 它不是所谓的政党的议题 它应该是一个国家长期永续发展的一个议题 因此回到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个这样的论述 如果今天这样的一个公共投案通过了 日本到WTO控诉台湾 台湾如果败诉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想请教所有的观众朋友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都知道台湾的经济发展里面 最主要是靠什么 靠贸易 我们的GDP有12、3兆 里面由出口加进口组成的 超过GDP的140% 如果将来在WTO里面败诉了 我们的经贸受阻了 那我们的国家还能持续往前发展吗 我们在WTO 160几个会员国里面 台湾是排名在前20名的 一个表现非常好的国家 所有的相关的国际规划协定 我们完全遵守 可是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个公投案 来通过 火定掉了我们在国际组织参与的承诺 这对国家是好吗 当然前提是我们绝对会确保 所谓的食品安全无余 没有任何的胡摄的食品 进来国内的时候 政府才会考虑如何从区域管制 往高风险的管制 那在总体的部分是这样 在个体我刚刚也说明了 如果因为我们将的案通过 让五个县市的九大类食品农产品不能进来 日本可不可以针对我们台湾 我刚刚讲的高丽菜 我们的美生菜 我们的美生菜在日本市场占有率超过50% 我们的红萝卜 我们的香蕉 我们的蜜枣是不是就不能输出到日本 如果日本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禁止而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 那这样的话对台湾的农业 对台湾的农民是正面呢还是负面 不管总体个体的经济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所谓的 刚刚好副主席所提到的食品安全为主 我在这里要特别跟各位报告 在过去两年多来 其实跨部会的食品安全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这个是国民党委员告诉我们 为什么这两年多来的食品事件减少了 在这里特别报告 我们的跨部会合作非常的紧密 我们三个部会署 环保署 贵福部农委会 每年的共事营让所有的这些事务官体系 一两百个人融合在一起 遇到任何的事件 立即依照食安五环的方式处理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全国有三千多所国中国小用学校的午餐 那在这个学校午餐里面 以前所有的农产品 生鲜食品的负责单位 全责不分 在前年开始由农委会来负责 在2015年前 三千多所学校的食品午餐的生鲜食品 检测件数不到两百件 我们现在检验多少 超过三千件 因为检验的次数增加了 让合格率由九成变九成五 这个就是所谓的食安事件里面 最具体的一个案例 因此政府在处理食安的时候 等同防疫 是不能完全有漏洞的 所以完全非常同意 刚刚我们何副主席所提到的 任何的漏洞 都要把它围堵起来 因此食安事件的处理 就绝对不是只有中央政府 我们跟地方政府 也密集的建立这样的一个防线 也不只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我们甚至定期的 跟所有关心消费者 食品安全的团体 沟通 我们把所有的资讯公开透明 我再具体举一个例子 以前政府如果在检测食品安全 或者是农产品的检验结果 都只公布不合格的 其实这样反而让合格的厂商 失去了动机跟诱因 我们现在把所有检测的食品 农产品安全全部都是合格不合格公布 让消费者知道正确的资讯 所以政府在处理食品安全 绝对是朝所谓的公开 透明专业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执行 但是我也坦白讲 政府现在在网络时代 最需要的反而是去做好沟通 最后我要来特别强调 面对日本食品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高难度的一个复杂的议题 我个人还是认为要秉持 回到专业的角度去出发 当一个国家不再是从专业的角度去出发 而是所有的议题 从政治的层面角度去出发的时候 那我会认为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是不利于国家的 为什么要从专业的角度去出发 就是要来看看 所有的跟日本食品议题有关的 我们的标准到底定得好不好 我们的执行的把关 到底做得好不好 我们所有的这些检测抽验 有没有符合所谓的科学方法 来避免任何的漏洞 如果今天不是用专业的角度 在处理食品安全 或者是类似专业的角度 在处理国家所有的重大的政策议题 那我们会认为所做出来的结果 可能会不利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最后我要再次强调 针对日本食品的部分 基本上是有三重把关 我们随时监测日本所有的数据 我们的边境完全的做好 以及国内也同度的把关 所以请所有的观众朋友放心 谢谢 第九案全国性公民投票意见发表会 由中央选举委员会所举办的第一场意见发表会 已经圆满结束 谢谢全国观众的收看 同时也再次提醒全国的选举人 以及投票权人 11月24号投票时 请攜带国民身份证 印章以及投票通知单 但请不要攜带手机 进入投票所 以免处访 谢谢 青年报道 107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及全国性公民投票 11月24日举行投票 投票请出示身份证 印章及投票通知单 20岁以上国民有选举权 18岁以上青年有公民投票权 不可将选票及公投票 吸出或除视他人 11月24日 非投不可 让我们一起决定未来 18岁的我可以考驾照 可以买乐透 还可以尽情夜唱 18岁的我有无限的可能 18岁的我声音可以被听见 107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及全国性公民投票 11月24号举行 非投不可 11月24号我们一起决定未来 欢迎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 我有一点 是一个记谈 就是它会用那种义事 对,用义事 然后放下 没有管它,它应该去厕所吧 是嗎 是 剛不是在吃過 就是他 那燈怎麼關了 奇怪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很奇怪耶 搞真喜喔 許願許願 我希望大家可以 品安健康 老本類 在課到什麼 好啦 撐到什麼 18歲了嗎 可以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當然啦 參加公投嘛 18歲就可以參加公投啦 你們不知道嗎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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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上個聊什麼天 給我站起來 他說 你剛剛給我們聊什麼東西 什麼事情這麼好笑 也讓你們用上個時間 在這裡聊天 不說是不是 洗澡 告訴老師 他們人剛剛幫你們聊什麼東西 我 我真的不知道 那天你也要躺在哪兒 是不是 老師你不要動他 我說 我剛剛說的是 18歲就可以參加公投喔 好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上到這裡有什麼問題 老師我有問題 請問你有什麼問題 我有話想要跟大家說 請說 18歲就可以參加公投喔 一千多久講得非常的好 一千多久講得非常的好 還要謹記五步伺藥 第一 不可攜帶手機和攝影器材 二 不可思維或吸出選票和公投票 也不可以蓋事章或按指印圈選 四 不可將義務投入票軌 五 不可出示選票或公投票 還要記得攜帶生票或公投票 就好 就這樣說 我們一起去 大約 我們一起去 別人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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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